這就是我接下來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的寶可夢卡好這個系列 我打算要推出第二屆 那這個玩法其實如果你們有看文章的話 你們應該就知道 我的玩法是打算想要用 像podcast的法式去做 那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說什麼是podcast podcast它其實是兩個字合在一起 一個是ipod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broadcast 這兩個字反而合在一起之後就叫podcast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玩物廣播 那這個東西到底其實它在台灣並不是很風險 那它最流行的地方其實應該是說 賈伯斯他推出ipod的時候 在美國是非常風險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美國地大物博很多人出門都一定要開車 那開車的話就很無聊 無聊的時候會講的就聽網坡 但是他們如果不想聽一些音樂性的網坡 或是講一些有的沒的 那他們如果想要聽一些有知識性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美國他們就有的這個 這個市場很廣大有一個需求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有內容的人 可以就是產出你不斷不斷產出你的內容 然後你把它放到podcast上面之後 人家如果有興趣他們就會去把它下載來聽 它其實就有點類似是網路上 你就可以隨選那個廣播來聽 那我覺得台灣這塊市場還沒有做起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尤其是沒有人在做所謂的信用卡廣播這塊 非常的好玩 那其實我這個idea是源自於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本書 叫Garry V那個網路大神 他講說如果現在的年輕人要往網紅的方向 怎麼可以有四個平台可以經營 第一個就是Facebook 第二個的話是Instagram 第三個的話就是YouTube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這所謂的這個這叫podcast podcast其實在美國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但台灣並沒有 所以它是我覺得如果你是網紅 那你又想要往新的這個處理地去做開箱 PD的話 那其實開疆拓圖 那你就可以考慮使用這個podcast 那其實我也不是台灣的這個信用卡界的第一個做podcast 其實是 就是普避大大 大家都知道嘛 這個李承信用卡部落客普避大大 他其實很厲害 他其實 因為他常常在中國跟美國這樣到處飛 所以他其實知道這所謂podcast在美國非常好 所以在台灣都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在中國人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他已經想到了 所以他上個禮拜六他就找我去墮錄 因為他總共要發起他自己粉絲的一個所謂的網路節目 那非常的厲害 他就是找了那個金鐘獎 金鐘獎的那個得主 就是那個做音樂然後幫他做一整套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那時候他有就是放DEMO帶個5D 他是還蠻猛的 那他跟我講的那一集主題很有趣 就是我們來聊聊2019年 就是最值得推薦的信用卡 那我把它分成三個類 給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現金頭盔類 第二個話是理想類 第三個話就是點數類 我把這些主題就是已經在那一集的節目30分鐘裡面 很詳細的跟大家分享 那大概在這個月或下個月初 應該那個胡避大大他就會把他的podcast 就是公開在網路上面 那大家就可以按時去搜尋這樣 那有講到這一集的部分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好像你跟一個老朋友在聊天一樣 那 苦民大大他其實對我們 真的不錯 因為我們 下個月剛結束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尾鳥 他其實也送了一張機票 就是我們阿翔有拿到的 非常的棒 那他其實這次的錄音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博物客 其實也都能賺什麼錢 所以他就送了一個東西 他就送了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應該是蘋果的那個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廠牌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就還蠻低碳的 就是他就送我一個水平這樣子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超有質感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感念 就是真的有人就是 這麼用心 就像是請我去幫忙 那他也會送我一個小禮物 辦事 我覺得他真的是還蠻低碳的 那 因為這個活動 好回到我自己本身的podcast 我還是需要大家的幫忙 對我知道大家可能 要去做錄音或現身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邀請大家一起來 就是幫我完成這個夢想 就是說我的這個 這個廣播節目的開頭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人 一起來跟我念就是寶可夢卡 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廣播節目的名稱 那我再請那個音效師 就是幫我做個回音 對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我可能就是花個一萬到兩萬 然後就請我的那個 音效師的朋友就請他幫我把整個節目做下來 這一季都好多時間 然後我可以聊天片尾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開頭部分我需要大家一起來幫我 你們如果今天就是直播結束有空的話 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然後就是錄一句話 然後你就把它上傳到我這個整個天單系統裡面 你就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一百塊 好我打算抽出五個人 然後就送一百塊錢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起來玩 好這個我想應該會非常有趣 就是邀請大家一起來跟寶可夢 然後就是這個完成夢想 蘇瓜好說預計幾點開台 我現在的想法是說 我必須要先把這一季二十幾個內容都做完 因為我希望有做二十 因為我第一季一共是做二十支影片介紹 就是二十張信用卡 所以第二季的部分 我也邀請大家一起來做投票 你最想要聽到的是哪些信用卡 比如說你投票Banky對不對 Banky真的有很多人投 那我就會把它整 它的優惠整理成所謂的三分鐘的稿子 然後我把它唸完 對用一個生動有趣的方式把它介紹完之後 再交給音效師上去做處理 或者是你想要我介紹Flygo卡 也可以 因為基本上我這個東西的設定是比較入門的 讓大家就是說 就是說你其實沒有聽過你不了解信用卡 你聽了我三分鐘的介紹之後 你也是對這個卡片有一個基礎的認識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在就是 因為你在開車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隨便去點選 因為開車不能玩手機嘛 那你就是可以去點選你有興趣的來聽這樣子 我的預設大概是用這種方式去做呈現 那火咪大大自己的廣播節目 一集大概都是三十分鐘左右的長度 它的長度就是我的十倍這樣子 但是其實都還蠻有趣的 因為它每一集的主題內容都不一樣 然後它也有找不同的就是 不同的部落客或是KOL一起去商談的情報 這都還好玩